大家好 本来周末是要更新的 但是跟我表弟玩街机玩的比较嗨 所以就忘记了更新 街机对于我们这些快40岁的老男人来说 是有很深的情怀的 小时候每天早上给你两块钱的早餐钱 我们都会省下五毛钱买两颗币 打了游戏再回家 所以到了现在 虽然我跟我表弟身处两个不同的城市 到了周末我们还是会用手机联机玩一下街机的游戏 比如这个周末我跟他玩的就是 1999年台湾的IGS公司发布了这个行义拳的游戏 这里面的人物有大家熟识的黄飞鸿 石山怡等等 而我最喜欢选的就是这个白少廷 他的蝎子弓相当的厉害 而这个蝎子弓在实际中也是有来源的 他的来源就是少林蝎子弓 可以看出游戏对这个功夫的复原是相当不错的 就我本人来说 对这些打的漂亮的套路 我还是很欣赏的 比如说李年杰的套路 还有这些少林和尚的套路 我觉得都是相当漂亮的 那可能会有朋友问 难道还有不漂亮的套路吗 有的 比如雷雷不知道为啥就非要去打一下铁线拳 铁线拳让大家熟识 应该是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面 电影中这位凉凉枪的裁缝 戴上了铁环之后 打出了威猛无比的铁线拳 而这位裁缝的扮演者赵志宁 据说也是黄飞鸿的传人 所以在套路方面打出来也是相当漂亮的 我们再来看看雷雷打了这个所谓铁线拳 无非就是在手上上了几个铁环 看起来非常像戴上了手铐跟脚料的犯罪分子一样 行动不便 其实我蛮佩服雷雷的 要是我打成这样 我绝对不敢这样明目张胆在公共场合丢人现眼 所以当智能手机跟网络普及之后 像雷雷马宝国这种连套路都打不好的 所谓传武大师自然也就不能再忽悠人了 这也就是王战军王战海打死不上擂台 只和自己徒弟配合的原因 只要不上擂台 就不会暴露自己的短处 就可以继续忽悠人 其实太极拳如果一直宣传自己能强身健体 异兽延年 作为一个养生的犬种 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偏偏这些太极拳大师都要出来强调实战 吹一吹晚清的所谓精神杨无敌 杨露禅 再吹一吹所谓的陈家沟四大天王 谁见过把做广播体操的吹成广播体操四大天王 能够实战 其实按照清末明初那帮所谓武术大师的文化水平 他们是吹不出这样的流逼的 他们的事迹外号 大多都是当时写武侠小说的那帮文人给吹嘘出来的 甚至连武林这个词都是民国时候的小说家 龚白宇先生创造的 在他创造这个词之前 所谓的武林被称作把是江湖武行打行 换句话说 所谓的武林盟主也可以称作打行盟主 打行盟主这四个字会不会让你觉得 这其实就是一帮打铁的 这是后面所谓的武圣孙路堂 收徒弟要求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主要原因 大学生吹的流逼肯定比江湖艺人吹的好 对了龚白宇先生还写过一部武侠小说 叫做偷拳 写的是杨祿禅到陈家沟偷学太极拳的事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目中所谓的武林跟武术 只是根据武侠小说异想出来的 而不少武术界人士 尤其是靠开馆收徒为生的武术界人士 也有意神话武林 因为这样他们会获得更高的收入 然而经过1928年跟1933年的两次武术国考 很多被传武大师们忽悠的年轻人 也在反思传武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比如当时是南京中央国术馆学员的康少远先生 在现场观摩了第二次武术国考之后说 国考时我们放假了三天 观摩了比赛 看了以后非常泄气 心想这哪叫武术 上去就抓就摔 谁被摔倒比赛也就完了 看不到武术的方法 武术好像也使用不上 当时我在场 没有一个用武术方法的 有以虚步十字手等待对方的 但是一上去就抓着摔 什么知识也没有 就是抓和摔 看了我们都非常失望 新中国成立以后 康少远先生担任了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教授 到了80年代 他写出了很多关于传统武术的论文 比如说武术与季机的区别 季机与武术变 和尚倒是不是武术的创始者 他的主要观点就是 传统武术的来源不是季机 而是来源于舞蹈 不能因为动作 跟季机好像类似相同 就误认为武术就是季机 他后面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 年轻时 我也是坚信武术的季机性 后面接触了拳击摔跤基建后 从武术与这些项目的比较中 我才发现 武术就是一个锻炼项目 和锻炼身体的各种知识 如果不练习拳击摔跤基建等项目 你是不会认清这个问题的 并且从季机的角度来看 只练武术在认识上会走上歧路 他的这个观点 跟七级光在拳筋结药中写的非常相似 所谓拳脚就是强身健体的 就类似于现在的各种格斗运动员 他们在平时的训练中 也会跳绳跑步举重等等 但是没有人会说 这些项目会有实战性跟积极性 他的这个论点在八九四年代 得到了很多圈内人士的认同 虽然有一些不认同说 传统武术来源是舞蹈 但是面对民间传舞大师们被闪打运动员打的屁股尿流的现状 他们也只能承认传统武术的积极性是非常低下的 但是让康少远教授没有想到的是 在八十年代 大家都经历过文革 尚且能心平气和的讨论跟反思 反而到了2020年 他就因为这一个论点 被人戴上了恨国党的帽子 其实恨国党这个帽子很多人都戴过 但是我觉得最搞笑的是 最近连中国的嫦娥之父欧阳志远老先生 也被戴上了恨国党的帽子 其实很简单 最近中国的嫦娥五号成功登月 于是在网上就有大量的人出来质疑 美国五十年前载人登月是否真实 说是在好莱坞拍的 于是就有人贴出欧阳志远先生 很久之前在某节目科普美国载人登月的视频 结果就是欧阳志远先生被一群战狗 说成了恨国党甜美党靠美国生活 可是他们忘记了欧阳志远先生 是中国嫦娥项目的发起者 是嫦娥之父 而且他也最先提出 美国的科技比我们先进 但是如果我们要发展航天科技 美国是不会给我们一点帮助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智力更生 就这样一位为国家贡献了一辈子的科学家 就因为帮美国科普了一下载人登月 就被战狗们喷为了恨国党 这是多么可笑的事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在随后的节目当中 我会陆续还原那些民国所谓传武大事的真相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